作词 李宗盛 请揭开经本 科会第41页第九项 或闻无性无作无我性 这句后面有无我 无我亦要讲下 老实说 无我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这个是一个事实真相 到底有无我 我 我 是什么意思 在佛法里面讲 我这个字的定义 必须要具备 上一之体 这个上是永恒 一就是不二 这个是我的本体 我的作用 有主宰 自在的 得用 如果从这个定义上 来看 我们这个身 不是我 为什么 身是无常的 不单止 每一年 不一样 它有变化 老实说 每日都不一样 释迦牟尼佛 在宁言会上 和波斯匿王说 刹罗刹罗 都在变化 在宁言会上 大王 他已经62岁 他和释迦牟尼佛同年 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 释迦牟尼佛 讲宁言经 他62岁 在身体上 找不到常 找不到一 在作用上 更无主宰 亦无自在 所以 佛时时 和我们讲 无我 九法界 有情众生 都无我 都无我 何时才有我 佛经上时时说 常乐我正 这个四正 上一是我的体 你看 乐我正 就是 就是 重体 起用 宗门上讲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这就是我了 所以学佛终极的目的 是将本来面目找回来 本来面目是真我 这不是假的 永恒不灭的 自己能做得到主得大自在 由此可知 无我是对九法界凡夫所讲 凡夫之人 将这个身体执着 以为是我 这个是 错误里面的第一个 可以说是根本的错误 错在哪里呢 错在你将这个身体 你以为是我 如果跟你说身体不是我 你就慌了 你就恐慌了 身体不是我 这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严重了 这个身体不是我 是我所 我所有的 就好像这件衣服 衣服不是我 这件衣服是我所有的 身体不是我 和衣服一样是我所有的 我在哪里呢 我没有离开这个身体 没有离开体 换句话说 衣服我穿在身上 我没有离开衣服 衣服跟我永远合在一起的 你要认清楚 不要将衣服当作我 将自己我忘记了 九发界众生就范这个毛病 真的着了一身衣服 将衣服当作我 真的我忘得干干净净 真我到底是什么 真我 世尊在《大乘经》里头上讲 六根的根性是真我 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佛性 就是真心 就是第一二帝 佛讲的名词 有几十个这么多 都是讲这件事情 那个是真我 它不生不灭 我们的身体有生灭 我们的六根的根性 不随着身体生灭 身体是什么 身体是原生的 原有生有灭 我们的真性 绝对不同的那些 原生它就生 原灭它就灭 没有这样的事 它是永恒的 不生不灭 它是常一之体 它能做主宰 它得大自在 具足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无量尚好 可惜我们无办法正德 为什么不会正德 世尊在《华言经》上讲得很好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德 释迦牟尼佛好慈悲 将事实真相和我们讲 我们如果离开妄想执着 真的我就现前 你就将自己本来面目找到了 那个时候 大圣法里面就称你做法身菩萨 或者就称你做原来 称你做佛 如来佛里面 也有很多差别 并不相同 事物中里面说得很好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所以见性的人 就能称他做佛了 天台六职佛里面 将明心见性的人 称之为 分正式佛 就是说他真的成佛了 但是还没原本 大圣教佛常说 无命有四十一品 破一品无命就见性了 他就是佛了 这种是原教初驻菩萨 再破一品 他就是二驻 再破一品 他就三驻 那个佛是节节高升的 四十一品无命破晋 就是究竟圆满佛 我们一般说的 那个是如来 究竟的果位 要加个究竟果位 简别 不是前面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华言会上 称他们为 法身菩萨 一般 亦能称之为佛 好像金刚经常称的 诸佛 各位读 江美农居士的 讲义 他就解释得很清楚 金刚经 般若会上讲的诸佛 他是讲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那个诸就是四十一 是这个意思 就正是中门里面所讲的 见性成佛 在上众 我们在百发明门论里面看到 见性的人 和究竟 佛位 是同生性 未见性 和那些诸佛 如来是二生性 同生性 二生性 是怎样的说法 同生性 同样用一个心 真心 见性的人用真心 未见性的人用妄心 诸佛如来用真心 见性亦用真心 和究竟佛 那些是同生性 同样都用真心 但是 如来果地上是圆满 他那个真心是圆满 法身菩萨的真心 不圆满 但是都是真心 古人举的比喻非常好 他将月亮 在夜晚月亮 很明亮 他将十五的月亮 满月 比作究竟佛果 将十五以前的月亮 比作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你看 原教初初 大概是初二 初三的一个月牙 那个月亮 它是真的不是假的 同十五的月亮 绝对相同 就只有大小不一样 它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就容易理解了 同一个真心 九法界的那些众生 九法界包括菩萨 八星文原国还在九法界 他们用妄心 妄心好像什么呢 好像水里面的原谅 也是原谅 它绝对不是真的 有些古大德 将水里头的月亮 比作我们六度凡夫用心 六度凡夫用的心 妄 虚妄 水里面的月亮 四圣法界 那就是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十法界里面的佛 他们所见的叫涅目所见 这个涅目所见 宁言经常的 我们看东西 我们用一只手指 将那只眼向下面一按 你再看外面就看到两个东西 那两个东西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相似的 比那个水里面的月亮 要真实一点 水里面是完全虚妄 用这个方法来做比喻 令我们知道 六度凡夫和四圣法界里面 同明心见性 用心不相同 所以用心重要 我们学佛的人 要用真心 真心难了 太难太难了 什么叫真心 我们完全不相同 经教里面 说得也很简单 也很明白 做不到的 如何说得也很简单 来网就是真 这句话很懂 写了网不是就是真 网是什么 网上分别执着 你能将它写了 你真心就延前 但是什么人 能将网上分别执着写了 做不到的 佛法 无论几多宗派 无论几多法门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总而言之一句话 到最后 都是教你明心见性 你如果见不到性 你就不算得有成就 见性 先算是你 修行有成就 有了结果 为什么呢 你已经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你如果未见性 你无法超越 所以四圣法界是相似为 不是真的 超越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 先是真的 叫一真法界 这才算是成就 超越六道 不算成就 但是无我 我们在波约会上看到 好 所以途换就无我了 他什么呢 他是听释迦牟尼 佛事时讲经 和我们一样 懂得这个道理 它的能力 比我们强 我们听完之后 还将这个身体当作我 那就无办法了 你就出不了六道 他给我们高明 他知道佛讲的 这个身体不是我 他确确实实 将这个身体当作我 所来看待 绝对不执着这个身是我 不执着身是我 那个样子是怎样的呢 绝对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了 所以他能超越六道 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 不会再为这个身体造业了 凡夫虽然听到佛在经上时时讲 好事听懂了 自己亦识讲了 但是怎么样呢 还为这个身体造业 因此你证不了衰陀门 你在大乘 你无办法证得初信位的菩萨 换句话说 分门阴门 大乘小乘你都进不了门 到几时真的做到无我 就进门了 所以这里头有两层意识 无我是绝对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 真的我有没有找到 还没找到 就好像我们一个人 人生是我这件衣服 现在知道衣服不是我 衣服虽然不是我 真正的我 真正我还没找到 只知道身体不是我 不再为衣服操心了 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它是你正德 真正的我 就是明心见证 那一段过渡的时间 那段时间长短不一定 这样要看各人的根性 要看各人的缘分 所以善道大师 在观无量受佛经四帖所里面 讲得非常非常之好 一切众生修行正果 无论时间的迟早 品位的高下 总在源源不同 这句话说得好 你遇到的缘殊性 你在时间上来说 就很快速 节省很多时间 在功夫上来说 你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境界 这个缘很重要 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缘非常不好 这个不好就是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 五欲六层的诱惑 怎样能做到 面对那些诱惑 不会起心动念 就叫功夫了 诱惑 你还会起心动念 还会起贪心之慢 你无功夫 修行功夫 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在工作里面 在处事代人 接物里头去修 这叫真修 华言回上 善才童子五十三叉 就是做出真修的榜样 让我们看到修行是怎样的修法 那我们就看到了 功夫的粗暴 就是无我 就是无我 所以前面说的无性是你 无作是行 无我是真实的功夫 真正的实证 因此对这个身 一定要清楚 要了解 它是因缘和合 生起的现象 缘生的 缘起盛控 绝对无自体 绝对无自体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佛家事实说 佛家事实说 四大五蕴和合 而有这个食神 四大分散 这个身体就没有了 四大聚散 无常的 所以它不是常一之体 从这个地方观察 从这个地方观察 你很清楚 很明白 但是真正过悟 老实说 还是不容易 真正过悟的时候 你得自在 你对这个身 也会好好地照顾它 为什么呢 它有用 它能帮助你成就你 就是借假修真 这件事是假的 我要利用这个工具 要将真我找到 离开这个工具 找不到真我 所以用这个工具 将真我找到 所以它很有用的 不应该将它租设 要好好地照顾它 但是一定要清楚 它绝对不是主人 它是家里的工人 奔主不可以颠倒 你如果将它当做主人 好 你自己当做工人 那么产底大了 所以这个身是工人 真正的主人是什么 是你的智慧 经论里面讲得很多 好像金刚经上 大家都很熟悉的 经上讲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这就是大乘原教初信伟的菩萨 你不要看初信伟这个最低级的 如来讲真是菩萨 为什么呢 它通达无我 就是金刚经上讲的 无我上无人上无众生上 做无受者上 这才是初信伟的菩萨 刚刚入门 就好像读书一样小学一年级 虽然是小学一年级 它真的是学生 它不是假的 如果我们对这些还没搞清楚 不通达 我们在小学之外 我们现在是独有偈原 大概幼稚園的小小班 大班都没有份 所以对自己的身份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你的供高我慢就不会生起来了 也知道自己发奋用功努力 所以难 真的这个无我太难了 我平时劝勉同学 放下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 为一切众生上 不要为自己 为正法苟住上 那念头就转过来了 凡夫为什么进不了那种境界 他起心动念为自己想 想到我自己的好处 我自己的利益 这就糟了 这是增长我执 而不是淡化我执 如果我们念头一转 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正法苟住 为整个佛法 不是为我这个道场 不是为我这个地区 因为现在我们的境界要为全球着想 全球佛教兴旺 这是我们的理想 这是我们本分的使命 居住在地球上 所有一切众生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这种是菩萨做的事情 总的光领 总的原则 佛教 大家都知道 佛教 佛教提出 这个总光领 总原则就是慈悲方便 什么叫佛教 佛教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偏法界 虚空界 什么叫方便 方便就是如何将慈悲落实 最適当落实的方便便是便宜 方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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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這就叫佛法了 佛法值得 九法界眾生尊重 稱佛為天人士 稱佛法爭為三寶 那憑什麼? 憑的就是善巧方便 憑的就是它有真實的目標 那個目標就是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 悟一定要幫助你徹底覺悟 那個徹底覺悟就是明心見性 見性之後你就脫離十法界了 當然脫離六道 脫離十法界生到一真法界了 一般來說都是生到華藏世界 親近疲勞遮納如來 四十品蒙明都是在華藏世界慢慢去斷 在那種境界裡 亦不會再起心動念 亦不會再分別執著 所以十法界就沒有了 十法界就變成 一真法界就這樣的道理 你還會起心動念 還會上東上西 你就永遠沒有辦法脫離十法界 十法界從心上神 但是這裡又有一個麻煩 好我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想生無上天 還是很麻煩 無上天在第四節 易相都不容易 為什麼不會真正正果 墮在無上天是墮在無明裡頭 什麼都不想變成無明 每樣都想變成妄想 所以難了 你不墮在妄想就墮在無明 所以佛教我們覺悟 覺了之後 兩邊不墮叫中度 天地的我 你不墮在眸上 就超越十法界 卻無上天 又無上天 又不墮在無上天 人在無上天 又無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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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到無明 又無上天 又無上天 又不光 無上天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总而言之非常重要 不要疏忽 金刚经 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喜欢读它 记住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仇者相 这前半部后半部意识重心 无我见无人见 无众生见无仇者见 见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意念 不单止无我相 我念头都没有了 功夫就更高了 这种是大圣佛法的入门 所以我们被自私自利害了 我们被明文利养害了 被五欲六层诱惑害了 里面起贪嗔千万 那些东西不将它彻底放下 这个无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无我做不到 大圣佛法你进不了门 然后你才知道难太难太难了 古内祖师大德教我们 除了念佛之外 你还找什么法门 无门路可走了 你真正知道 这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是真难 你才会死心踏地 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接引往生 生到西方纪录世界 你就入菩萨位了 到底是哪一个等级的菩萨不重要 西方纪录世界无所谓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一品烦恼都未断 你也是阿弥越智菩萨 那不得了了 阿弥越智是大圣七地以上 即是说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的智慧你的神通 你的福报就跟七地菩萨一样 那不是你自己收来的 是在阿弥陀佛的福 一面在阿弥陀佛的福 一面自己在那里受 等自己收到七地的时候 那时候就在自己收的福 就不再是阿弥陀佛了 所以到那个地方总有一段时间要依靠阿弥陀佛 这种是十方世界 诸佛策土旅堂没有的 只有西方世界有 它是一个特别的世界 特别的法门 这个我还有一个字是 还有一个叫法我 执着我身体是我就叫人我 执着一切诸法真的有 这就是法我 人我是烦恼障的根 法我是所知障的根 两种都要团 所以经论上常讲 人无我 法无我 这个我是从体相来讲的 人无自体 因缘和合 一切诸法也是因缘和合 都不是实在的 懂得这个道理 于自己身体 于一切诸法都不执着 所以说妄想分别执着 自自然然就淡化了 虽然断不了 看得很平淡 一年给一年看得淡 那功夫就向上提升 不断向上进展 再看下面一句 大慈 大悲 喜舍性 这句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 天人就修了 特别是释戒天 我们知道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 生识戒天的条件 第一个要禅定 四禅八定 第二个就是四无量心 色戒天人 色戒天人 人人都有慈悲喜舍 所以天上豪华 我们知道 慈悲喜舍的心 变出来的境界 不是五族恶势 五族恶势 是极不善的心行 变现出来的 天人的上豪 我们在这部经上 世传和我们做比较 越往上去 上貌越好 绝不是下一阶能比的 佛举的这个比喻 好有味道 他将那个基本的标准 他说一个乞衣 一个国王 乞衣和国王站在一起 国王福报多大 那个上貌非常明显 这个例子 我们很显然的能理解 能接受 然后跟我们说 那个人间的大国王 如果跟转轮圣王站在一起 那么我们那个国王就变成乞衣了 没有办法跟转轮圣王比 转轮圣王有四个等级 铁轮王 铜轮王 银轮王 金轮王 一个比一个习圣 没有办法比 金轮王如果 如果跟四皇天相比 那么金轮圣王就变成乞衣了 四皇天同通利天王比 那么四皇天就变成乞衣了 那么一层一层比 修四无量心的 是色界天初禅天 六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 如果跟初禅天比 也就跟我们世间黑衣 跟国王比一样 现在我们懂了 福报从哪里来的 佛同我们讲了个总的原则 希望我们时时记住 不要忘记 一切化从心上圣 这句佛在大圣经上讲得很多 你如果能真正将这句话 想通了 搞明白了 搞清楚了 你一切法 你就能做得到主 为什么 我心想生的 我心想生的 色界天 去我们不愿 比极乐比华藏 勤得太多了 他们的天堂 那么美好 是什么 就是清静心 禅定 禅定是清静心 清静心变现的 善行变现的 那个善行就是慈悲喜舍 清静心 和慈悲喜舍 变出来的境界 如果我们学到 收清静心 收慈悲喜舍 我们的境界 就会变得 和它一样 实放 从诸佛 到一切众生的策土 平等平等 为心所现 是平等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 实际上它不平等 不平等是你自己变的 你自己起心动念 将一真法界 转变成十法界 是这样的一回事 现在 如何再变回去呢 再变回一真法界 这就叫做修行 修行就是我们 如何再变回去 反本还原 再变回一阵 这就对了 佛道众生的事 这也就圆满了 所以我们真正要知道 还原 真正要知道 回家 现在 整个世界 为什么 这么混乱 为什么灾难这么多 科学技术 日生愿意 对那个动乱灾难 束手无策 一些办法都没有 那个原因 到底是什么 古圣先言 和我们讲 佛法和我们讲得更清楚 讲到最极究竟的 就是善恶念堂 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觉迷 科学家很聪明 他没有觉悟 他还是迷着 迷而不觉 必然是 邪而不静 染而不静 换句话说 迷邪染 造成那种现象 想这个世界 能再回到正常 消灾灭难 人民真能过住 幸福美满的生活 一定要回到国正正 一定要回到国正正 四圣法界是相似的 确实它的层次不相同 怎么造成的呢 各正正的程度 不相等 未达到圆满 所以程度上不相同 佛讲的水平 是一真法界 以一真法界为基本的水平 一真法界里面 无变化 为什么无变化 因为所有一切众生 陆近对外面的陆境 都不会起心动念 都无分别执着 所以它的境界无变化 好像我们在《往生经》里面读到的 看到极力世界里面的状况 没有变化 人 发生的 不是好像我们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人道 从小孩慢慢长大 西方记录世界没有 如果有小孩慢慢长大 那么它是个生命现象 它没有 它是化生的 到西方记录世界 那个身体就和阿弥陀佛一样 变化所作 化生的 它不是胎生的 所以它没有变化 它不会衰老 它永远不会病 病这个字 在西方记录世界听不到 没有这个字 老亦听不到 由此可知 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断恶修善 比什么都重要 断恶修善不是利益人 是利益自己 利益人的最多 我们讲的三分 利益人 自己得的利益 至少七分 利益人是真正利益自己 做利益人的事 人家得的利益 只有三分 自己肯定得七分 这笔像都要计清楚 你才会好欢喜去做 自己得什么利益呢 不是得财富 不是得功名 不是得明文利养 得智慧 智慧开略 得相现前 得是能力 能力现前 上好现前 理相貌变了 体质变了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佛法里面讲的 顺境 逆境 善缘 恶缘 你都得自在 都生欢喜心 这种是真受用的 佛法里头常讲的 常生欢喜心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种是佛法修学 真正的受用 学佛这些受用都得不到 那就白学了 学得越学越痛苦 那大错特错了 学佛应该越学越有智慧 越学越快乐 为什么 智慧开了 你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 犯如梦幻抛影 所以你契入境界之后 你的思想见解会变 你的行为通通都会变 跟未学佛之前 一定是两个无恙 那就是未学佛之前 念念是为自己 真的是自私自利 真正明白之后 念念为众生 念头转过来 为众生 他是做戏 我在澳洲有人问过我 你们佛法学的是什么做戏 我就答做戏 天天表演给人看 做什么戏呢 糾正他们的错误 这种真有受容 现在社会人 一半不懂得孝顺父母 我们表演 做出孝顺父母的样子 给大家看 现代人不懂得专师重道 我们做出专师重道的样子 给人看 现代人不知 和睦相处互助合作 我们做出和睦相处互助合作 做出来给人看 要做啊 我去澳洲 买了个教堂 买了个教堂 基督教的教堂 那个教堂已经很破旧了 将它净受 净收出来之后可以用了 我就办了个敦亲木轮餐会 请我们的邻居 街坊铃居我们发请碟给他 请他们吃饭 来了很多天 我给他介绍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来做什么的 把我们的理念 我说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读书学习 我说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读书学习 每个星期六 每个星期六晚餐 温馨晚宴 每个星期六 所以 同当地人 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打成一片 和睦相处 我们只请他吃饭 只陪他聊天 传不谈宗教 传不拉信徒 这两年下来之后 大家心就很平和 觉得我们是善人是好人 他们肯定的 想不到这个世间 还有这么好的好心人 我们是好心人 我们现在的建设 差不多就快完工了 10月12日 举行一个开幕典礼 开幕典礼之后 我那个温馨晚宴要改名了 改温馨晚会 因为晚宴只是吃饭 晚会里面就有表演 我们表演的内容 就是刚才说的 社会不好的那些现象 我们从反面来表演 演给他们看 演孝顺父母 尊重师长 有爱兄弟 这种是对一切人事物的相处 我们用那些内容来表演 历史的故事物的相处 所以现在如果能令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 教学的根 一个是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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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那个根就是孝亲尽事 这些事情要时时表现 每一场 我们一个星期一次 每次孝弟一定有一个节目 然后配合其他娱乐节目 这个是主题 人如果真正懂得孝 无论在何时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他自然会谨慎 为什么 如果不善 自己就会觉得对不起父母 这种约束力量大 心恒不善 对不起老师 所有一切善法 在圆上讲 是从这个地方生的 从恩上讲 那佛法讲得好 无贪无衬无恥 叫三善根 三善根还要有三善缘 缘是伦常八德 我们一般讲的道德 我们一般讲的道德 孝弟道德 是三善缘 现在我们表演的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讲的 都不离开孝弟道德 经典 亦从这上面讲 这个地方讲到 慈悲喜舍 这四无量心 第一个是慈无量 怎么做呢 怎么落实 慈是语乐 我们用什么方法 给一切众生快乐 这种是慈 的意思 时时要有这个念头 要时时刻刻拿着机会 遇到机会 不要错过 所以那个温馨晚会 就是语乐 我们和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同乐晚会 非常有意义 澳洲九月份是春天 他们的气候 和我们这里完全相反 南半球和北半球 九十十一月 这三个月是春天 花园 花园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那个小城 是花园城市 百花盛开的时候 全世界喜欢花的人 都会去那里看花 所以每年那个季节 市区里头 旅馆都是闷闷的 真正到百分之百 去那里看花 当地也有花车游行 今年我们亦报了命 我们亦做了一架花车 跟着一起游行 我们的那里看花车 我们的那里看花车 怎么设计呢 同学来找我 我就跟他说 我们利用这次机会 尊扬多元文化 各种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我们手拉手在一起唱歌 在花车上唱歌 我们一路走一路唱 中间我们要共有佛像 有耶稣的像 有穆罕默德的像 通通都有 所以我就想到四川变念 我们不会变 如果有会变的话 那就很有意思了 一转眼是释迦牟尼佛 再一摇头就变成耶稣 和大家说 每个宗教的创始人是一个人 一个真神他会变的 所以我时时和他们说 全世界宗教徒都是一家人 那一家人 你们不了解真相 在这里分 这个是我们的教主 那个就不是 其实都是的 他去到那里 他变了面 你就不认识了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会变面的 所以那种种不同的娱乐节目 通通做教育 都做教学 我们从这里慢慢推动 慢慢带动 从一个小城 慢慢带到其他城市 慢慢来做 那种表演如果做得很成功 老实说 我们那些出家人 也可以组个团周游世界去表演 那种表演老实说 就是横发离圣 换个方式 将我们在港台上说的那些东西 編成剧本演出来 这种是娱乐 时时要有这种意念 时时要有想方法 和大家带来快乐 饮食 无论是中国人 外国人 无论任何宗教 我们现在了解 没有说不好吃的 所以吃的东西要做得好 令他吃了之后 他永远不会忘记 但是 他时时想来这里 很重要的 不要疏忽 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四少法里头的 接受一切众神 他的嗜好 我们了解 能 投其 所好 他就会时时来 适时接触佛法 适时接触多元文化的分图 将种族 宗教逐渐逐渐化解 我们才能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第二个是悲无量心 悲心是能拔苦 众生有苦有难 你能帮助它解决 这种亦要尽心尽力 这个慈同悲就是语乐拔苦 我们发这样的心 全心全力来做 对自己的果报就是健康长寿 为什么这种叫无畏暴示 何况这里头又有佛法 又能帮助人觉悟 无论任何人做拔苦的这种事情 我们有缘分遇到 就要尽心尽力去协助它 无缘分 无力量 欢喜 赞叹 这都是属于随喜功德 前几年 我住在这里 我们这个地方 天主教 他们去非洲移选 这种是好事 这种是好事 德纳萨修女跟我说这件事情 我就送了一笔钱给他做医药费 过了几天 他又打电话给我 他说非洲那边很苦 非常贫穷落后 医护人员缺乏交通工具 很辛苦 他问我 能不能送一辆救护车 我说可以 送他一辆救护车 就有我们佛教徒 小心亮的佛教徒来跟我说 法师 他是外教 你怎么能将那些信徒供养 拿去给别的宗教呢 这种心量太小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种移选是好事 他够苦够难 我们要不要做 是要做 我说你去做好不好 他就没有办法 我说你看到人做 我们拿钱 拿钱我们投资 我说你懂得 那我就有一份 他做不是就等于我去做一样吗 为什么那个头脑转不过来呢 无论任何人又只要做好事 我们拿钱我们去投资嘛 要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遇到那个缘 尽心尽力不要错过 这次我来这里讲敬 大概还有三天 讲完之后我去泰国开会 泰国那个会是联合国召开的 是一个教育和平会议 要开五天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我不是用宗教的身份 是用学者的身份 他是邀请大学 格兰菲斯大学 我是代表学校出席 所以不是宗教活动 是学术活动 正好碰到澳洲那边的华侨 他们有个组织 叫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要去西藏称 他们几个干部来昆舍南见我 我说这种是好事 他跟我说 西藏因为地处高原 紫外线很强 白内障非常严重 撞爆差不多三分之一 得白内障 严重的眼就盲 所以他们那次移诊 专门医白内障 有五个眼科医生专科的 另外有五个是一般科的医生 大概护士护理人员有七八个 将近二十个人组织一个医药队 这种是好事 他现在跟我说 我就拿了五万元给他 医药费 我亦投资 你们去做 这么想不到 是投资之后 他还要我去 要我和他们一起去 本来我亦不想去 我们的大市 所以中国驻澳洲大市 非常好 他非常希望我能去一次 那个澳洲没有大市 他也是教书出身的 以前是北大教授 以后去做外交官 所以好 我就和他们去一次 西藏在以前 我赠送给西藏大学 有大藏经 有四副回遥 而且我在那边还设有奖学金 我说我去看看也好 机会很难得 那次去西藏一共有百多人 很大的一个团 我是加入他们的团体 所以都不是宗教活动 我在中国 以前几次去中国都是探朋友 探亲访友 绝对不做任何宗教活动 这个是我们学佛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持戒 持戒的意思就是守法 一定要守法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守法 你教人持戒 人家怎么会相信你 就不相信了 所以自己一定要做到 我现在老实说 也没有什么宗教活动了 现在我自己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摄影棚里面讲经 一日四个小时 希望将《华言经》讲圆满 那部经现在估计需要一万个小时 我现在差不多讲到两千五百个小时 所以后面一日四个小时 一年一千两百个小时 预算大概要七年 《华言经》才能圆满 所以老实说 我没有时间出来活动 我也不想见任何一个人 古人讲得好 知识小时烦恼小 识人多处是非多 没有必要认识的人 最好不要认识 应酬太多了 所以学慈悲 人家做好事 我们听到遇到 我们尽一些心力 帮小小忙 所以这次依白内障 我是拿了一些钱 很多人问我法师 你拿这么多钱 我说我是在那里点光明灯 你们的那个明灯 是点在佛菩萨像面前 我是真正叫人的白内障 去了 恢复光明 这种好事 所以这次去中国是慈善行 我是随团 当然附带要去探望一些老朋友 所以宗教活动 我们绝对遵守国家政策 我们绝对不会犯的那么多规矩 那就是我们学佛同学 都应该要懂的 都应该要明白的 只要做过守法的人 无论在任何国家地区 人家都欢迎 我们在同文巴那个地区 那个地区是澳洲 最保守的基督教徒地区 我们住在那个地方 转不拉一个信徒 转不破坏人家的宗教 所以那些宗教徒 和我们几乎时时来往 但是他信他的教 他来到我那里 我也劝他们 要好好信他们的上帝 要好好地读他们的经 将上帝的爱 从自己身上做出来 去爱一切众生 爱世人 否则的话 那个上帝的爱是抽象的 上帝怎样爱世人 上帝一定要通过信徒 令信徒将爱心发扬光大 这样做就对了 在佛法讲慈悲 佛法慈悲要靠佛教徒 没有佛教徒 释迦牟尼佛的慈悲要落空 慈悲喜捨都落空了 一定要我们去做 我们去发扬光大 这样就对了 这个是我们要有的心 遇到机会 不要放过 总是尽心尽力去做些 不要分彼此 不要分宗教 不要分族群 无论任何人做好事 只要衡量 那种事情是一件好事 对社会 对大众有好处 就应该要去做 第三个是喜无量心 喜是欢喜 见到人家 我们应该生欢喜 不愿意心 不要生疾度心 现代人老老实实说 这种很少接受 古圣先言的教会 不见得人 有些好处 见到人家好处 就生疾度心 不但疾度 还在想方法障碍 这就做罪业了 那种罪业的果报很可怕 果报也有不同等级 是怎么生的 看你所做的业 你做的那个案业 如果影响的时间内 影响的范围大 那种罪就非常重 如果影响只是几个人 时间不长 那罪就轻 那个结罪轻重 是看你的影响 一个是面的影响 一个是时间的影响 所以佛教导我们 常生欢喜心 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言语也常说 人逢喜事精神所 所以欢喜心 在现代人讲营养 最好的营养是欢喜心 你要时时生欢喜心 你要时时生欢喜心 你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你就不会怒 你就不会病 你看 因为那种果报几殊性 健康长寿 所以佛菩萨 我们细心去观察 真的 他们永远都生活在欢喜里面 他欢喜有道理 第一个 自己道叶不断地增长 智慧增长 福德增长 感欢喜 第二个是 佛菩萨见到 教化众生的效果 见到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修行正果 他生欢喜 还有一个 见到众生 堕恶鬼地狱 佛菩萨见到 亦欢喜 什么原因 他堕三图 他烧业障 他如果不堕在那里 他业障怎么烧得到 他业障烧了之后 佛菩萨就用正法来帮助他 帮却他提升 所以你从这些不同的角度上观察 你才了解真正的意识 三图不是不好 没有三图 你的业障永远烧不到 最后一个是捨无量心 最后一个是捨无量心 是捨无量心 对上面的持悲喜 而不着上 这叫真蛇 那种境界太高了 不是我们的境界 菩萨境界 尤其是发生菩萨的境界 我们要落实到我们现前 我们现前 那个写就是放下 就是布施 能写 在六道里面 确实写财得财 所以西族有句话叫写得 写得这句话是从佛教里面来的 你又写你就会得 你如果不写你就不得 写财得财 写法得聪明智慧 所以写无谓 师无谓 布施无谓得健康长寿 大圣菩萨法 讲到究竟处就是一个暴事 菩萨收什么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只收一个暴事 六波浪文 你们各位想想 慈戒波浪文 忍辱波浪文 是属于无谓暴事 比如说 我们一般人常说财不露白 怕人惹恶念 你才被人见到 那个人是慈戒的 你就放心 他慈戒的 他不会偷我的东西 不会抢我的东西 他是慈戒的人 你看 布围的心你就放下了 所以这种叫无谓暴事 慈戒忍辱 平时我们言语做作得罪人 总怕和人结仇 听到那个人收忍辱 那不重要了 我得罪他无所谓 慈戒忍辱是无谓暴事 正进禅定般若法暴事 所以一个暴事 将六波罗蜜通通帮困了 那我们才知道 菩萨行行的是什么 无非是行 施舍的 你不学施舍 那就不是菩萨了 施舍有外财有内财 外财身外之物 我们有多余的 人家有缺乏 我们乐意帮助他 千万不要顾忌 哎呦我报诗给他写了 那我明日生活怎么好 你不要想明日 只想今日 只想眼前 你就试得很快乐 明日自然就来了 不用操心 那步就是这样的 来的一定给你施的 还要多些 好像再加点利息给你 这个法门 我和出家人见面同一日 是张家大师教我的 我和出家人见面 第一个是张家大师 我向他请教 他就将这些教我 布施 我们才懂 但是你能要收到效果 你要真做 我学法五十二年 那五十二年真的越施越多 现在最近大概三十年 慢慢又和经教相应了 印象淡薄了 我没有计教了 供养很多 我不知道多少 从来不去说那些数字 没有数字观念 但是遇到任何事情 需要用钱的时候 他就来了 自自然然就来了 真的是 佛师们终有求必认 心想事成的 这种果报从哪里来的 果报就是这么多年报事 除非没有机会 有机会绝对统统统将他布施了 布施了之后就没事了 不布施你心里面有牵挂 布施了就没事了 干干净净 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 你看这么多好 所以这个写道理好心好讲 真的是 只有诸佛如来方能究竟 写里面 老实说最重要的 要写完尘 你平等心才能现前 你能写财 写法 写无畏 你得清净甚 你能写怨襯 你得平等心 所以清净平等国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在这部经上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 清净平等国 是阿弥陀佛的别名 我们想学佛 我们想学佛 成佛 亦跟阿弥陀佛一样 感无大量 你懂得写 懂得施写 你就能做到了 什么东西都能写 它里头最重要的 你要能写烦恼 你要能写妄想 你要能写分别 要能写执着 无一样不写 顺正顺善 现前 那个时候 不要说 弥陀淨土 十方一切 诸佛淨土 你想去哪里 就能去哪里 感应道教 不可思议的 顺正顺善 是从施写里面得来的 我时时劝勉同学 绝对不要将人家 不善的东西 放在自己心里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不单止写不到 专门去收集 收集什么 收集垃圾 所有一切众生 不善的 通通收在自己心里面 你说你多苦 你多可怜 你的果报不好 道在三途 所以要懂得写 一切众生 那些人士民不善的 通通写 要保存善的 你才能真正 收成 善心善行 你的果报 在三善道 那还不是究竟法 真正究竟法 寂恶 不着寂恶的相 修善 修善不着修善的相 你才得真正 清淨心 这叫 纯正 纯善 果报 不在六道 超越了 不单止要超越六道 要超越十法界 所以 学佛的人 要学佛菩萨 佛菩萨 他们的能力 是入不二门 这种是我们应该要学的 不二是什么呢 没有对纳 能将对纳写了 你就入大圣门了 不同一切人对纳 不同一切事对纳 不同一切物对纳 真正 成就 平等心 人家跟我对纳 这是他的事 我不跟他的对纳 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 他跟我对纳 我跟他对纳 冲突就生起来了 他跟我对纳 我不跟他对纳 他那个对纳就落空了 这个道理好深 这种是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学问 我们现在祈求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如果能真正落实 国和国不对纳 特别是大国和小国不对纳 强国和弱国不对纳 族群和族群不对纳 宗教和宗教不对纳 就能平等对待 和无相处 这个世界和平就落实了 从哪里做起呢 从我们自己内心做起 你要求人家不对纳 这样做不到的 所以佛法称之为内学 我 经典称为内典 佛法是从自己内心里面求 不从外面 我们要人和我不对纳 我先和人不对纳 然后慢慢再化解对方 所谓精神所致 金石为害 我还未能化解对方 我做的还不够 这种不是一生一世的事生生世世的 任何一针佛都是无量劫修成的 不是一生一世 一个阿罗漢 亦要多生多劫才能成就 所以要有内心 有恒心 有长远心 生生世世都能保持 不会丧失 我们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把握 就是绝对 不同人对难 尤其是冤架 跟你有个不去的 他 他毁谤你 侮辱你 侮辱你 欺负你 伤害你 我们统统都能承受 绝对无亲违心 绝对无报复心 他的行为对我有没有好处呢 有好处 我还要感谢他 你们觉得奇怪 所以问题是警戒 你会不会转 你会转警戒 你就很快乐 他用种种方法来整我 我为什么感激他 他给我烧业障 我不用墮地狱 否则我的业障 烧不了地狱 饿鬼畜生是为我切的 我将来去那里烧业障 那些人现在把我的业障 烧了我怎么会不感谢 我就不会去那里烧业障 如果你产生一念 亲违甚 不单止你业障 烧不了你业障 还会增长 为什么 变成冤冤相报 永无止境 彼此双方都痛苦了 念头一转 他跟我烧业障 他做作罪业跟我烧业障 我感激他 他的罪减轻了 他做的罪业减轻了 大幅度减轻了 我还是有报 报得很轻 为什么 他对我来说 他提升了 帮助我提升 警戒提升 你们在《金刚经》里面 有读到《歌利王各自身体》那段经文 那段经文细说 在《大涅槃经》里头 讲得很长 故事讲得很清楚 隐欲善人 收菩萨行 给个利王各自身体 这种是奇耻大欲 最严重的伤害 菩萨无怨恨甚 一诗豪怨心无 忍欲波罗物圆满 你看看《歌利王公答》 盛就忍欲先人的忍欲波罗物 等于参加考试 不通过那次考试 他忍欲波罗物 不会圆满 无尽欲波罗物圆满 不杀生 你看看 他忍欲波罗物圆满 你马上就生气了 亲为心就起来了 报复念头就起来了 你被境界转了 你被境界转 你是凡夫 你如果能转境界 你是菩萨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就看你会不会 所以 无论是善缘 恶缘 都是真相缘 都是好缘 无论那个环境 无论是逆境顺境 会转境界的人 通通是好环境 我们学佛老实说 最重要就是学这些 所以不要去看风水 不要去算命 为什么呢 我会转命运 还算什么 我会转风水 那不用了 自己会转 每个学佛的人通通会转 那么看风水 算命的都要失业了 慈悲喜舍 这个四无量心 抱缘一切众生 真是从我们凡夫 一直到等觉菩萨 通通都原道 所以它用无量两个字 这个慈悲喜舍都用无量 只要我们懂得 会受这四种心 真的是忍无量的福 得无量的果报 所以称它为四无量心 后面还有一句 它是这一小课 我们今天就可以将它说完了 今怒灌顶受为圣 这一句 这一句 如果用现在的话 大家很懂 今怒是饮料 天人最美好的饮料 我们只能这么介绍 因为人家没有办法比喻 古人常说 那种饮料 是诸天不死之弱 但是我们知道 诸天都有仇明 连飞翔飞翔飞翔 亦有仇明 大概总是说 它是天道里面 天人最欢喜的 好像我们人家说的 补品 最滋养补身体的 但是说不死药 那是有些夸张 是无可能的 但是 燃燃益受 那有可能 可能是做到燃燃益受 所谓金路灌顶 灌顶 是佛教里头 密宗里面 一种仪式 和显宗的三季意 意识差不多 在做法的时候 多数用水 用水灑在头顶上 那个尝试 黄念走路居士 是密宗的金刚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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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骗人的 所以他在这部经里面 讲灌顶 就讲得很清楚 灌是什么意思 传授的意思 顶是顶法 就是佛法里头 法门里头 至高无上的 将那个至高无上的佛法 传给你 就叫做灌顶 这种说法 讲得好 我们不用去找什么 密宗尝试 人波切活佛 喇玛那里 见到他 就要被他灌顶摸头 也有人找我 我跟他说 手摸得太多 不为神 細菌很多 嘿嘿嘿 我双手就变成传染病 病菌传媒 你还要我摸吗 那是迷信的 是他不了解 那几滴水灌个顶 你就聪明 就开悟了 那上司同理 每个上司遇到的时候 都去灌顶 结果他越灌越迷糊 我看他未开悟 你如果真正灌顶 你每天洗澡的时候 不是每天都灌顶吗 所以我们真正明白灌顶的道理之后 你才知道 大圣法里 至高无上的法门是什么 无量寿经 你看看前面 梅江熙居士的罪文 他的罪文写得很长 你读完之后就知道了 他是隋唐时代的高增大德说的 《华严法画》都是这部经的引导 《华严法画》最后都归无量寿 《华严经》特别明显 《十大愿望度归极乐》 极乐世界的经典就是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它是一切经最高峰 你将这部经公公敬敬 读一次 就是诸佛如来 和你灌顶一次 你的道理不是很明显吗 你每日读两次 你每日是一切诸佛 和你灌两次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学法总要有智慧 不要迷信 不要被人咬 在美国我还遇过假的喇嘛 因为他们觉得去外国 是以上司的身份 去游历一番 要带不少钱回去 所以住在尼泊尔那边 有很多西藏人 他根本就不是喇嘛 但是他穿的是喇嘛衣服 他去外面走一趟 走一趟就带很多钱去了 也有人跟他去 结果去到那边之后 才发现他不是的 那些同学回来跟我说 他上当了不是的 现在那些仿慕的事太多了 任何行业都有仿慕 喇嘛里头也有仿慕 真的假的你要搞清楚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这部经读一次 诸佛和我们灌一次顶 那是绝对正确 绝对没有错误 好 现在时间到了 点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